无数个日子 他辗转难眠 指望能够完成 父亲的临终嘱托 我是被一个很大的压力 一直在寻找 一直在等待 喜欢哪一天 没有自己找回来 开启成峰 三十三年的心愿 他踏上北上寻亲之旅 只为寻找 失散的血脉之心 这一百块钱 丢了一个女儿 三十三年过客的 你要心思你整着了 忘了二屁的 他回来招请 招请人的 失散了三十五年 他妹妹 寻找途中一波三折 散落在天阳的妹妹 何处才是你 平泊的港湾 把他想 他怎么跟他不想 我要那姑娘笑 咱儿子咋 我就把他 给别人来 我就不要 回家了就放松了 万一这个机会 不是 没关系 我就当个世纽了 隐藏三十三年的约定 都市情缘 今晚播出 三十三年前 因为家境窘迫 中智杰的父亲中原 将只有一岁多的女儿 中智妃 通过中间人 送给一户人家领养 这件事让中原一生愧疚 最终因心情苦闷 饮酒过度 不治而亡 去世前 他告诉儿子中智杰 自己在三十三年前 和中间人 曾有过约定 三十三年后 会安排养父母 带上女儿 与亲人相见 中原嘱咐儿子 一定要想办法 找回妹妹 通过中间人 提供的信息 我们找到了 中智妃的养父 王振宝 但对方却说 自己在短暂 收养了中智妃 一段时间后 又将他转送给了 另一户人家收养 在王振宝的带领下 我们找到了 中智妃 现在的养父 朱亚之 并联系上了 朱亚之的养女小梅 那么小梅 是否就是中智妃 苦寻几十年的 亲妹妹呢 都市情缘 请暖心间 感谢大家 关注我们的节目 我是亚之 都市情缘 游看去头条 去领红包的 去头条APP冠名播出 节目开始之前 要告诉大家一个消息 我们的电视 相亲交友节目 马上就要和大家见面了 首先您看到的 会是年轻人的专场 提醒一下 20岁以上 35岁以下的单身朋友 抓紧时间报名 报名方式 请您记好了 好的 今天的节目 我们继续来讲述 昨天的故事 带着满腹的疑惑 钟智杰跟随王振宝 来到了他口中所说的 第二户 收养钟智妃的人家 朱亚之的家里边 并见到了 朱亚之的养女小梅 那么眼前这个女子 真的就是 钟智杰苦寻了 几十年的 亲妹妹吗 你看到这个哥哥之后 你有觉得说 很亲切 或者说 这就是 我说不到 亲切了 因为我不会 讲那么多 委婉的词 心里暖暖的那种感觉 见到他那一眼 我也没有拒绝的 那种意思 再次见到小梅 相比之前的仓促见面 她虽然还有些拘谨 但情绪已经贫富许多 如今除了需要确认 钟智杰的身份 她也很担心 养父此刻的感受 而说到养父母 小梅逐渐敞开心扉 向我们袒露起 自己的身世经历 养父养母在谈话中 就是你很玩皮 很调皮的时候 不听话 他们说 这么不听话 这么皮 你要个这个孩子干什么 这么累心 我听到了 我出去玩 还有上学的时候 有几个小孩 就说 他是要来的孩子 他不是我们这里的 我那时候就有那种运营了 小梅说自己五岁那年 偶然得知了被抱养的身世 因为害怕被养父母再次丢弃 当时年幼的她 便将这个秘密深埋心底 从此再也不敢追问 那你跟那边的养父养母的关系好吗 好 特别好 我养母很疼 我从小就是被灌大的 他们就是灌孩子吧 任性 说什么 就是什么 说要什么 他们都给买 就是 养母去世了嘛 两年多了 养母不在的时候 就开始 在想 如果哪一天没有了养父 我娘家就没有一个亲人了 可是你还有哥哥呢 那边的哥哥啊 他跟我的关系很不一样了 小梅说 养父朱亚之因为不能生育 抱养了他和哥哥 三年前 哥哥的亲人找到了养父家里 而得知自己身世的哥哥 从此变得十分冷漠 和养父母也有所疏远 正因为有了之前 不愉快的寻亲经历 养父朱亚之 才会对中志杰的到来 感到异常恐慌 就是 他证实了 他知道了 我们没有任何血液关系 他就跟我改变了 所有的看法 甚至连一看你的眼光 就变了 真的 我在外面上 哭上一个多小时的 我很难受的时候 我很无助的 如果 那天没有他 我就是 没有任何的亲人 虽然养父母对小梅 视若几初 可随着养父家中 哥哥的态度转变 甚至自己也是被抱养的他 也开始愈发渴望 像哥哥那样 找回自己真正的亲人 找到一份安全感 我总以为就是 在他 那是婆家 我还需要找一个娘家 自己的亲人 还是要找 他找 他的愿望 他的唯一的愿望 就是想弄清楚 自己到底是哪来 小梅告诉我们 其实他很想弄清楚 自己的身世 但是又怕像养父家中的哥哥那样 伤了养父的心 由于不觉得他 无法下定决心 和钟志杰去做亲子鉴定 来确定彼此的身份 由于小梅始终没有给出明确的回复 担心母亲身体的钟志杰 只能够先回到湖南来等待 这段漫长的寻亲路 一度陷入到了僵局 但是令人庆幸的是 不久 小梅那边传来了消息 经过再三考虑 他同意来湖南和钟志杰 做亲子鉴定 等于说你们河北之心 虽然说找到了养父母 但是你们对这个身份 还是有疑虑 是吧 那你们今天也是 就是清早就过来 从林湘到这边来了 我们四点方就起来了 为迎接小梅的到来 钟志杰带着母亲 一早就来到了 长沙火车站迎接 而陈莲对于小梅的到来 更是充满着期待 不知为何 她早已经认定对方 就是她思念了 33年的女儿 高兴 多高兴啊 带着期待和欣喜 钟志杰和母亲早早地 就准备好了 横幅欢迎小梅的到来 她们希望通过 这种温暖的方式来拉近彼此的心 一见到小梅 钟志杰和母亲就忍不住冲上前去 将她紧紧拥在怀里 陈莲更是失声痛哭起来 自从33年前丈夫送走女儿后 她便再没有抱过自己的女儿 此刻 无论小梅是否就是她 日思夜想的女儿钟志飞 她的到来都让陈莲的内心 充满着喜悦和激动 别哭了 别哭了 阿姨 别难过了 好不好 在出发去往亲子鉴定中心的路上 陈莲一直在哭泣 见到她伤心的样子 小梅有些不知所措 但还是牵起了陈莲的手 希望给眼前这个私女心切的母亲 一点安慰 在DNA出来之前 我不知道我该不该切定她 太可怕了 我也想找见 到时候太小 不知道去哪里找 我也不敢求一声 我怕养爸爸养妈妈伤心 不愿意 这个压力在我心里扬了 三十多年了 我真是梦的 为了尽快确定彼此的身份 亲子鉴定中心的工作人员 为小梅和陈莲分别提取了样本 两天后 鉴定结果就会出来 虽然不能够立刻知道答案 心中难免会忐忑 但是中志杰母子俩也坦言 对于小梅 她们觉得 无论是否是亲生血缘 能够相遇相见 都是一份珍贵的缘分 她们愿意用最真挚的心 去面对她 同时也热情地邀请小梅 和她的丈夫 一起去家乡做客 北方生长的她 初来南方 却感觉一切似曾相识 是巧合 还是亲情使然 一纸亲自鉴定结果 能否为这段漫长的群青之路 画上圆满的句号 我带不成人 把她已经抱着 我就不到了头上 明明就是想到 我每天都来问 对吗 我这边做的那个镜头 我已经出来了 隐藏33年的约定 下集 都市情人正在播出 刚进中智杰的家 小梅就愣住了 眼前看到的景象 竟和自己梦中的景象 一模一样 而且这梦境 还不止一次 出现在她的脑海里 按理说 从小生活在北方的小梅 应该是没有见过 南方的山水 再说 当年中智杰的妹妹 离开家时 也只有一岁多 这么点大的小孩 是不可能对家乡有印象的 难道这真的是一种 来自亲情的感应吗 为什么我们是老领寻 下面的一间公子很熟悉 没有一点过剩感 你梦里想看看吧 池塘 山 池塘 树木 树木 这些水 就是自己要去背着什么 不见过 那是在梦里 横幅 抱竹 还有宴席 众家人精心准备了迎亲大会 四里八乡的村民也纷纷赶来 在见到小梅后 大家都认为 她的容貌和中智杰十分相似 虽然现在还没有拿到 亲子鉴定的结果 但中智杰表示 自己和亲子早已把小梅 当妹妹对待了 我觉得你有一点拘束 我说了 我放松一点 再回家 真的就是回家 没有出现结果 结果不重要 对 回家了就放松了 反正嫂子的意思就是说 不管是不是 反正有这个妹妹 对 对 就是这个意思 就庆祝 这辈子回家 好吧 我们也 继续 小梅以后 继续 经常回家 好不好 也就是庆祝 我们也很危险 跟你们两个开心的 经常有什么负担 谢谢 谢谢 小梅的到来 让陈莲十分激动 她忙上忙下 只为了让阿梅 能够感受到 这个家 给她带来的温暖 可刚吃完饭 陈莲就累倒了 这几天 我又劳力过斗 打扫卫生 昨天搞一天 我没有 来休息一下 所以你是为了迎接女儿 这垃圾 垃圾 我拖到那个费用 垃圾丝 我都留着 其实我理解你 你是想多为女儿 做一点是不是 这么多年 都没有为女儿 做任何一点事情 想为她做一些 我每天晚上 举蛋给她吃 我想小时候 没有 妈妈没有疼爱她 没有为她做什么 现在妈妈 有没有什么 回报她 妈妈 妈妈现在 没有钱 无人 陈莲说 33年来 她没为女儿 做过一件事 虽说 小梅的身份 如今还不确定 但在她看来 对方就是 自己的女儿 她想用尽一切办法 来弥补 对女儿的愧疚 而小梅 也感受到 陈莲对自己的 疼惜 爱意和温暖 你妈妈是觉得 心里有点愧疚 她觉得那么多年 都没有照顾你吧 当时又 是妈妈无人 妈妈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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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小时候 很逮捕的人 你外婆生了一世代 你没有奶吃 都是吃了过米酒 我带不准备 把她的包着 我就到了草莎 请聊开心 路飞 拉向这位 拼命把我的女儿 摆脱 拉雨的地方 找也找不到 在陈莲 断断续续的讲述中 我们感受到了 她的无奈 而从她 不断掉落的眼泪中 小梅也感受到了 钟家人 在送走女儿之后的 那份悔恨 痛苦和煎熬 养父告诉我了 那人家都嫌 我太黑太瘦了 怕有病了 他们就不想要了 把我就丢到了 我现在在养父家里的 我两岁都是 我不会走路 我只会扶着猪子走 我会喊娘 我会抱着麻烦吃 但是不会走路 面对陈莲的忏悔 小梅说出了 深藏在心底的话 原来在遇到现在的 养父朱雅芝之前 因为身体瘦弱 她曾被接连转 送给两户人讲 直到两岁 还不会走路 不会说话 好在现在的养父母 疼惜她 她才能健康成长 而对亲生父母 抛弃自己的行为 小梅是既怨恨 又不解 她是累病的 你知道 她是劳累 她说她好想 多为你做一点东西 她说今天好想 多为你做一点东西 我只想搞得好地 给她吃 为了做一点 我爱小时候 我没有看她 没有在睡 没有 没有在睡 没有太大 我只要 看到一眼 我又心目意着 她做了 我觉得 我一点也没有 我就是很心疼的 今天是亲子鉴定中心 出结果的日子 再次来到中甲 我们发现小梅 没了以前的居住 很自然地 融入到了中家人的生活中 但对于即将拿到的 鉴定结果 双方多少 还是有些紧张 就已经出了这个结果 你现在是很急切地 让她看到这个结果 你很在意这个结果 在意 你是怕自己不是这一家人吗 还是说 是吗 也是怕 有点担心 我们找的 我们找的 明明就是想到 明明是什么 在我们的 如果没有那种想法 我们就 不会来的 但是如果说 结果不是吗 如果说不是 万一这个结果 不是 没关系 我们就当作是女人了 你妹妹心里还是有点没苦 自己 是吧 你的心里还是有点担心 那就 早点去那就 早点去 好 中村现在是吧 对 你好 你这边的 这个结果已经出来了 此刻 在另一个房间 等待的小梅 是既紧张 又期待 经过这几天的短暂相处 从情感上面来说 她已经把中家人 当成了自己的亲人 可是万一鉴定结果显示 自己不是中家人 苦寻了多年的女儿 中志飞 到时候 她该如何去面对 中家的母子呢 今后回到养父的身边 她又该如何去面对 对她有养育之恩的养父呢 曾经无数次 偷偷幻想过的相见场景 此刻能否梦想成真呢 这是我在那三十多年 的亲父 三十多年来 都在我心里 都不是没有了 三十三年的血脉失散 一万两千个日夜 骨肉分离 父亲的遗愿 他能完成吗 隐藏三十三年的约定 下集 都市情缘正在播出 三十三年的漫长苦寻 三十三年的瞧熟期盼 这一刻呀 全都化作了紧张和胶着 亲子鉴定中心的工作室里 中志杰一直跟随 在工作人员的左右 生怕错过漏过什么似的 隔壁的等待室里边 小梅呢 也是如坐针毡 鉴定结果马上就出来了 双方会如何去面对呢 连续DNA分析结果 支持疑似母阿联 是女儿中志飞的生物学母亲 是品费也行 太好了 是那个母亲关系 你直接看这里就可以了 没错了 他是你的亲人了 你再也不用担心了 那是你的亲哥哥 那是你的亲妈妈 DNA的鉴定结果出来了 确定小梅就是陈莲的亲生女儿 得知结果的那一刻 小梅扑到哥哥怀里 放声大哭起来 这之前她曾无数次幻想过 与亲人相见的场景 如今她这颗悬浮了 三十多年的心 终于能够坦然地靠岸安定了 兄妹俩抱头痛哭 激动 齐悦都化作泪水 纷纷落下 中志结束 她终于完成了父亲的遗愿 把妹妹中志飞找回来了 此刻她迫不及待地 想把这个好消息 告诉家人 直到结果后 全家人都沉浸在喜悦当中 陈莲也拿出丈夫中原的照片 给小梅翻看 看着父亲年轻时候的模样 听着妈妈说起爸爸的点点滴滴 这让小梅更加思念去世的父亲 虽然当年是她亲手送走了自己 但才了解了父亲的苦衷和愧疚后 小梅说这些都不重要了 这已经是亲人了 都给你们脚下了 这真的脚下了 谢谢也真心地感谢你们 终于回来了 见到小梅中志杰的小叔一把抱住了侄女 这些年全家花费了那么多功夫和精力 终于把侄女找回来了 缺失的心情得以圆满 他们也能对得起九泉之下的大哥了 你爸爸就跟你作用 爸爸我来看 他就笑着你了 我笑着你了 我笑着你了 你给我我笑着你了 你给我我笑着你了 我笑着你 我笑着你了 跪在父亲中原的坟前 小妹哭得肝肠寸断 她没想到 思念她最深的那个人 竟然没等到和她再见一面 她无法亲耳听到 父亲对她的忏悔 也不能当面感受 父亲对她深沉的爱 我的女儿 我一般都停不回来了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停意 陈莲说 三十三年来 丈夫每天都活在送走女儿的悔恨中 现在女儿回来了 她也可以安息了 今后她会用双倍的爱来补偿女儿 给她一个温暖幸福的家 三十三年前的一个错误的决定 让小妹与至今分离了一万两千个日夜 但是时间却无法隔断血脉亲情 在坚定的寻找中 亲情再次连接 虽然被送养 可她依旧感受到了 这个世界对她的浓浓善意 她感谢养父母的养育之恩 也感谢亲人不放弃的寻找 而这些温暖 也会伴随自己 美满地走过今后的人生 好的 今天的节目在这就结束了 提醒大家 我们的节目在手机江西台上同步播出 嗓到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您随时随地都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 而更多的节目精彩花絮 您也可以下载去头条APP观看 内容丰富 红包多多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